街道上机车骑士来来往往 穿黑色外套的夫人 从身上掉了几张抽票 但她没发现随即离开 没多久陆续有机车经过碾压钞票 不少人只看了一眼 却没人理会 三分钟过去远方一名园警冲了过来 赶紧把钞票一张张捡起 那你只想要检查举就好了吗 旁边如果有人就要见证 事发地点位于台中市雾峰区信义街上 附近就是菜市场人潮可不少 21号早上9点多 66岁无姓夫人外出时 几张千元钞从口袋掉出 路过民众看了却不敢报案 害怕有法律纠纷 正巧不远处就是派出所 远警到场后捡起6000块 并掉约监视器联系上施主 因为担心被家人责骂 所以没有告诉别人 也没有来报案 换个地点 台39线高铁桥下道路 有骑士停下车 在马路中央弯腰捡钱 七机车从旁呼啸而过 原来有女骑士掉了1万2 前后三名路人帮忙捡时 却只有一人归还 施主心急如焚 因为遗事的钱 还有3000块没交到 究竟去了哪 切勿贪便宜 算是据为极有使用 警方皆如调查 查出两名骑士身份 提醒再不交到警局 恐怕触犯侵犯罪得不偿失 记者赖冠章杨生王百英 台中台南采访报导 旺旺水神抗俊逸 他在整个的雾化器里面 就持续的喷雾清骚 非常安全也不会伤身 但你直接接触你的肌肤 也都没有问题 没有疑虑的 可以上快点购 还有这边有蜡齐的推荐代码 CTI567 CTI我蜡齐 可以享有折扣优惠 请大家好好把握了喔